作词 李宗盛 网络时代加快了做事的效率 也因此同样的时间 我们可以比过去完成更多的事 但是你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吗 时间来去无声无息 但它却在每个人身上留下存在的痕迹 你哪一天头发变白 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 不只是别人无法告诉我 我自己有的时候 没影响整天后 头发又白了 再白了 再白了 到底什么时候 在这个顺性肌肝 让我的生理有这样的变化 我自己都不知 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知 而且自己的指甲 什么时候又要剪呢 也不知 总而言之 这个小乾坤 也有生老病史 是多么的奥妙 也是瞬息都在变化 不是说我们天天 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化 不是 身体呆下 不管是 就是瞬间的变化 时间在哪里 在脸上浮现的皱纹里 在退化无力的膝关节 也在干涩未光的眼睛里 近年来 证人上人说起 来不及 一次比一次迫切 这是上人形容自身 难抵自然法则的感叹 更是呼吁 人人忏悔 敌心垢 净化人心 护天地的生生告急 后面 后面也有 时间累积了一切 可是时间也是 催促了我们 要快步紧进 就如师父 在52年过来 那水人呢 看到了前九十几人在成就 很欢喜 也很安慰 可是呢 也觉得 来不及的 时间 因为呢 因为呢 天下 众生 还是很多呀 谁来度化 苦啊 众生苦 苦啊 菩萨 心愿 也在苦 因为呢 就是 发行 要当个人间菩萨 时间有限量 随了岁月 也在老化中啊 最近啊 这几年来 我一年 才有两次 出门 每一次的出门 总是 所接触到的 菩萨 总是 一段时间接触到 内心呢 就很震撼 这一次 比上一次 看到了 第一次 是 有一点 老了 看到了 地址门的 头发 真白了啦 看到了 地址呢 那有一点呢 就 老的 形象 出来了 我就 一面镜子啊 环照自己 是啊 自己也是 不知己的 什么时候 在身体的衰老 体力的衰退 等等啦 都自己呢 也已经开始感觉 真是 真是 来不及 再看看 天下 还有多少事 没走啊 还有多少人呢 还没度啊 只好 总是有一个心愿 顾好这一念心 每一秒钟的这一念心 一定要顾好 所以要改掉啦 习气 每一秒钟都能累积一切 业力也是 每一秒钟再累积了 我们的业 重业障碍 也是每一秒钟再累积 菩萨的福费 同样也是每一秒钟的累积 同样的一秒钟 你做了福费的善事 这一秒钟就没有造业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 完全要把善的念头 沾满了 就不会有空档让给 那恶念啊 造业渗透过来 所以我们要把心顾好 佛教将极短的时间称为刹那 刹那有多长 近代科学家研究指出 一刹那的长度不足零点零二秒 上人时常教导弟子 把握当下横持刹那 这个横持刹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时常都说 把握当下横持刹那 一秒钟一辈子 的确啊 这都是我自己每一天的座右铭 每一天把握当下 真正的要把握 横持刹那一中就流血过去 你换过了 你换过了要把它再拉回来 可能太迟了啦 虽然天天都有凌晨开始 但是此凌晨 灰壁灵晨绝对是不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绝对永远 所以这个灵永远在昏苗刹那刹那 练练中的总是消失的 所以我们要很珍惜 珍惜时间 时间零零渺渺的累积 所以它就是成为日过日过秒 就累积起来才有日可过 假如呢 在一日间呢 其中的一秒出问题 有差错 可能在我们的生命的变化呢 那就很大 这一秒钟 各位相不相信啊 一天几秒 几秒 多少啦 八万 八万六千四百秒 这 八万六千多少秒啦 总是在一日前 尽管是多少万 在 就是在那一秒秒的累积啦 十日已过 蜜疫水减 在这儿 每一秒钟的每一天 要决定的事情 真的是影响也是很大 不要说一天啊 只是一念间 总是呢 要决定的事情 这一个决定 下了决定 那是很大 每个人每一天都拥有二十四小时 八万六千四百秒 时间的长度是固定的 要如何才能让时间越用越多 正言上人提出了关键的一念间 现任慈济慈善质业基金会执行长 颜博文 认为领导人一念间的决策 往往攸关成败 也严重地影响组织或企业未来的发展 不可不限 在我们的产业上 有时候我们讲说 这个也是一句英文 就是time to market is everything 就是上市时间是代表全部 所以有时候时间的因素会 可能优于品质因素 在某些情况之下 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推出产品 你连展示跟外面介绍机会都没有 所以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因缘 所以把握时间就是把握机会 把握因缘 时间一过 机会就不在 颜博文从化学工程专业出发 一路从工程师 做到知名半导体企业的执行长 2017年转任非盈利组织 两者截然不同的领域 考验严博文如何转化经验 找出正确的方向 做出决策 过去我的公司也是在台湾跟美国有上市 那只要是上市公司 就是都会有很清楚的法规 还有一些公开资讯的一些透明度 而且对7E来讲 有很多东西因为它就是比较公开 所以事实上是有很多指标 就比较低一点 慈善置业嘛 还是都是很多是跟这个天下的灾难 还有很多地方 我们需要去关怀的 那第二个就是 一上人的悲心 事实上是慈善永远要做得很深很广 所以就永远都做不完 永远都还有空间可以改善 慈善置业与企业经营最大的不同 是企业会预设停损点 而慈济是永续的救拔苦难 对内则要为了永续发展 必须持续培育人才 优化组织效能 对外慈济慈善置业会晤涵盖全球 旁人看起来觉得复杂 严博文却能化繁为简 而成功执行的重要关键 在于时间运用 我们英文讲怎么样 work smart 不要work hard 就是怎么样有智慧地去工作 达到效益而不是用工作时间长 上人也常常提到这个四修法 那就是要无余修 无时修 长时修 还有恭敬修 那我自己是把这个恭敬修 摆在很重要的位置 因为就是一定要非常虔诚 非常恭敬地去做一个事情 我想那个虽然时间不是非常长 但他效率会非常高 达到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我也从上人这边学习到 我们在聆听一个分享的时候 上人点出来的点 会跟我想听到的不大一样 会看到上人更细密的地方 这也是一种虔诚 一种恭敬以及他的悲心 当他发挥到比较极致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观察 就会跑出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恭敬修 也可以讲这专注力 我想这个地方影响蛮大 一念心 恭敬心 专注力 这三个词看似与时间毫无相关 却是加乘时间长度的诀窍 严博文如何做到 我自己很粗略的估计 可能会有一天 可能会有至少一两个小时 就是感觉上好像没有在做什么事 事实上是在思考 其实我在花时间思考 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在沉淀自己的失去 就像上人的禁思法脉的禁思 其实要让自己沉淀下来 才能够真正的很多 很多背后的道理跟原因 就能够浮现出来 自己会有些体会 清晨四点起床 严博文展开一天的生活 直到晚上十点就寝 才算结束一天的工作 每日行程多紧凑忙碌 严博文必定会留给自己 独自思考的时间 我个人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 尽量要所有的事项 一定要全盘地看过 然后有一些是按照轻重缓急 一定要有个优先顺序 这样才能够真正 真正照顾到影响最大的 这个事项跟地区 那另外就是 就是也不要 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肢解的事情 而影响大局 因为公敬心 看事件的角度会从点成面 扩大空间 超越时间的限制 因为专注思考 决策精准 将失误减到最低 增加执行效率 能运用的时间 就会越来越多 虽然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知道 我的生命还有多长 任何的人都不知道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呢 我可以把握时间 我要掌控时间啊 分秒不恐够啊 我要利用一秒钟呢 可以成就八秒钟的事情 或者是呢 一秒钟呢 要让它成为千秋百世 因为呢 你起一个动念 那你成就了一件事情 那都是永恒的哦 这就是生命的价值 我最爱用的是日历 好 我不要用业力 我用的都是日历哦 每一张日历呢 这样给它显过 好 又是个新的一条啦 我承认那条呢 生命的日历啊 有没有写一篇呢 有价值的人生 各位 我们人 哪一个人啊 能离开时间呢 在生活中啊 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 风的在密 还是一样的 又是在时间里啊 所以啊 每一个角落呢 每一个时刻 都是叫做时间啦 是因为我们离不开的啦 是因为时间 我们才要真正的把握 好好地珍惜 绝对呢 不要让它空过阴野 有一位伊朗的学者 讲了一句话 他说 失智的病人就是 出生在今天 活在明天 但是昨天呢 几乎要毁了他 我的病人群里面 有很多是失智的病人 的确就是 面对不同情境啊 你对时间的定义就不一样 或是说 时间展现出来样貌什么 是不一样的 我通常就说 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情 我就把握当下 我就把它做好 我跟我病人的缘分 如果说他是比较慢性病的 也许可以时间久一点 那如果说是一个 比较重症的病人 也许我们的缘分 就没有很长 或是说你这个疾病 因为我的协助你好了 你下次也可能 也就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这个每次的相遇 那个缘分都 都不确定 有时候可能一次 有时候可能就这么几次 所以我都很把握 那一次的缘分 一起一会 也许我们下次 不见得会有机会再见面 但是在这个当下 我就是展现我所学的 然后尽最要努力帮助你 然后让你感觉到 你有得到你该得到的治疗 或是说你疑问获得解决 每个人的时间都差不多 就这样子 其实睡觉 我也没有比别人睡得少 那白天的工作什么 大家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 比较不会那么急迫的因素 是我会先列优先顺序 所以我每天很重要 第一件事 不管是手机 或是那个桌子 都会记录 我就会看出 最近有没有什么事 快要到了 那我的准备进度 到怎么样这样子 这是我大概的一个 一个做事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时间还蛮公平的 他不会因为说 我很胆怯了 他就走得比较慢 然后他也不会说 因为我企图心很强 他就给我更多的时间 或是说 我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那时间可以停下来等我 我是神经科附近华医师 我把每一个时间点都当作是 就这么一次机会了 去体验一起一会的精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